寒冷的冬天還下著小雨 在走路要很小心 還扛那麼重的東西 這一扛這一整天 扛來扛去扛去 因為要綁 綁鋼筋這些東西 其實那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而且他們有公期的壓力 什麼時間點做到哪裡 我是每個禮拜訂進度的 每個禮拜只好花一天 看所有樓層所有的進度 我們要改善了 要及時提出來 所以 過程中 除了安全是最重要的 還有一個是品質 在這兩個達到 你的教學就不能延遲 這麼好的環境就會找人才 為了把好的人才留下來 這個環境 不然的話我不會費那麼多心思 有時候清晨有時候晚上 因為有時候比較晚走 就會過來現場看一下 吃完飯 如果到外面晒在太陽 是很舒服的 所以其實我們餐廳 是全公司最好的位置 這片庭園是為我們餐廳留的 這片庭園是為我們餐廳留的 石頭 外面的每個樹 點點滴滴 不是只有我們 我們的訊療的副總 我們的那個總務 管理處的很多同仁 都跟我們一起 上餐下來去找這些東西 跟我們的設計師去看 去找去決定 那其實就是剛剛講的 只是為了能夠廢居英才 在這裡呢 圓我們公司長期發展的這個夢 也圓他們自己一輩子 可以找到一個舞台 充滿發揮的 這樣一個發展的空間 建築物 建築物我要看一下這建築物 我要求的設計理念 就五個元素 大氣 明亮 科技 溫度 人文 要提升員工的程度跟資質 還有他們的態度 在這裡住個十年二十一年 態度變好了以後 高度就會出來 我們把最好的風景 最好的view 最沒有壓力的環境 留給員工 尤其像我們做研發的 壓力都很大 我們基本上來講 留這些環境 希望可以讓員工 在這個環境裡面 可以輸一輸壓 讓他們得到 整個 這個新 這個森 臉 換面的一個平衡 最好的空間 留給員工休息用 希望他們的工作 壓力很大的情況之下 在這裡 得到可以輸到的輸壓 從這裡看得到的話 其實最重要的看到 它的氣勢非常的磅 那從這個角度看的話 其實它有兩成兩成的高度 它這樣慢慢慢慢升上去 這代表中華精測的精神 我們永遠追求成長 追求上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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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